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肯定没带惨 我就来接你了 快走吧 咱们吃好吃的去 好 原来一整天没有联系 就是为了这一刻 不过她怎么知道我在这呢 叶晗 刚开始创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但艾莉还有几个同事 就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 所以艾莉她们对我们来说 是同事 是老朋友 更像是家人 你跟我说这些干吗 你还真吃醋啊 那你跟嘉诚呢 每天在一起打打闹闹的 每天还去捋一次游 你们不是同事 不是老朋友 更不是家人 那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是队友啊 并肩作战的队友 不能失去的队友 还不能失去呢 我在暗恋你 我拜托你 能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啊 你这么强势的暗恋 也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那这样 我向你保证 以后我再也不会跟 同事 老朋友 还有家人搂搂抱抱的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不希望你误会 你还在秘密的事 他是在庄洁 他就一定会先 刘晓 您现在全部方法 你不想再接他 不然你不想再接你 我看你 你不想再接你 我看你 你不能再接你 我看我 都跟你觉得 我看你了 我说我看你 我看你不厉害的 你不认心 你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朋友 有的时候人太熟了 相处就会变得很随意 我要是做了 我还有点事 萧萧 本来我想装着不知道 希望大家还能 像以前一样相处 但是我要装着什么事情 都被我发生来欺骗你 我觉得太卑劣了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搅浪了这一劫 这不怪你 我有责任 我应该向你道歉 你不需要向我道歉 我也不会为了喜欢过你 而向你道歉 我不后悔喜欢过你 嘉诚 我已经结束了对你的喜欢 我真心希望你和伊文能幸福 我不担心这些 我只是希望你不难过 我说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我很珍惜和大家的友谊 如果没有这件事 大家都会很开心 不会像现在一样 把所有人的生活都搅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伊文 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伊文 是我搞砸了一切 我刚去给伊文还口红区了 我知道 不用解释 可我需要你的解释 你跟萧萧说什么了 我总不能揣着明卫装糊涂吧 我不想这样骗她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萧萧喜欢我了 所以那天打篮球你来了 你还跟着去吃饭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我怎么跟你说呀 李萧萧喜欢你 你喜欢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又喜欢她 什 什么 你没听错啊 我喜欢的那个人喜欢你 那个人的名字叫李萧萧 你没什么不告诉我呀 我怎么告诉你啊 告诉你 我喜欢的女人 因为喜欢你有多伤心 我看着有多难受 还是说我夹在你们两个中间 有多难受啊 对不起呀 我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了 心里不好受吧 萧萧萧现在心里更不好受 因为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了她 我只是不想让大家这么尴尬 我想把这些事情说开了 这样才能放下吧 对 你是放下了 萧萧呢 她小心翼翼地喜欢了你这么久 就是生怕你受到半点影响 而你只在乎自己 你只在乎自己 你太自私了 对了 我们篮球队得换个教练了 为什么呀 不是有萧萧吗 她说她不干了 你说什么呀 有什么 你们找新的教练吧 我以后不能再做你们的教练了 怎么这么突然 是有什么事情呢 马上就是单日赛了 这对我们自行车队来说很重要 这也是我第一次单独带队参赛 我希望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在比赛训练上 你说怎么办吧 不行 我去找萧萧 到面跟她谈谈吧 你上哪儿找去啊 你不是说联系不上她吗 那也得联系啊 你能联系上吗 她也让我别联系她 还是你联系吧 你说你多那句嘴干嘛呀 你总是这样的话 我刚刚就当个沉默的少年了 愣着干嘛 上呀 你怎么不上啊 因为我刚才就是那个沉默的少年 多嘴的人肯定得先上上 这事 要不算了吧 要不找只母鸡吧 我觉得母鸡可能还会温柔一点 不行啊 母鸡要留着下蛋呢 抓那只公子 不行不行 要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我好像有尖罪恐惧症 不行不行不行 那 那刚好啊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以毒攻毒 别别别别 越是恐惧的东西 你就越要去克服它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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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 我去 是可惠 是可侗 是可忽 是可费的东西 是可惠 或者 但是